12年国教大致拍板定案 预定明年8月正式上路 不过原先标榜的免考试和免选费 两大主轴现在都确定无法达成 原先希望透过12年国教政策 减轻学生的压力 现在看来却不是这么一回事 究竟有什么样的现象 还需要让我们来特别注意 这则新闻带您了解 教育部公布12年国教相关细节 但政策始终饱受质疑 学生自认为是白老鼠 12年国教第一届 103年 觉得自己是白老鼠吗 有一点 学者李嘉童更重泡批评 12年国教的免试入学 民不服食 认为错误的政策 会在历史上留下记录 而教育部入法规定 未来各校免试招生名额 要达25%也遭到反对 提高从15到25 未来造成的一个学习上面的困扰 未来造成一些教学上面的问题 比例不是一个问题 问题是比例出来以后 公司是不是不翻转 第二个是有没有让级别区免抽签 这个问题能够一样获得解决 这是我们的各专根的情形 不过也有一群协助12年国教推动的家长 仍然对新政策有把握 如果12年国教实施了之后 经过很多的检讨 能够上轨道 那么我们的国中就有可能 是另外一种快乐适性的学习 但学生压力真的会随着12年国教而消弥吗 103年的国中9年级生 同样都要参加会考或特招测验 有学生还是得课后补习 今年二三月开始就陆陆续续开始报名 今年招政的感觉是 学生跟家长其实很惶恐 他们一直在等教育的政策确定下来 说好要减轻压力 却搞得无言瘴气 生年国教虽然要上路了 问题却都没有解决 优点TV李文浩黄金台北报导